武神主宰,第5618章,这口气大的,就这么摇摇晃晃的,万古民族大摇大摆的靠近黄泉山,没有一点掩饰。 什么人?万古民族刚来到黄泉山进攻范围之内,一道立鹤之声响起,紧接着,两尊身上散发着恐怖杀气的强者玄空,冷视万古民族浑身杀意腾腾。 只要万古民族在靠近丝毫,就要强势动手,将其击杀一般。 经历过先前五岳明帝他们前来的大战,黄泉山诸多强者及其小心谨慎,虽然五岳明帝和十殿炎帝已经离去,但他们依旧不敢大意,不允许任何人靠近黄泉山境内。 混账东西,连本组都不认识了。 万古民族脸色一沉,怒骂出声,现在黄泉山掌权的是哪一位? 让他来见本组。 那两名强者神情一正,杀气一脸。 什么情况? 他们镇守黄泉山这么多年,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擅闯黄泉山,语气竟还如此嚣张的。 但下一刻,两人身上沙翼再度涌动,嗡嗡,两道可怕的气息环绕四周,隐隐引动四周阵法,锁定万古民族,冷冷道,阁下再不报上名来,就休怪我等不客气了。 靠! 万古民族脸色一沉,这些黄泉山的小兔崽子,当年自己在黄泉山纵横的时候,这些小家伙还在打酱油呢? 正准备再开口,突然,怎么回事啊? 一道冷鹤声响起,轰,从那黄泉山中,一道流光飞掠而出,是一尊身上散发恐怖气息的强者,一身修为,已经达到了三重超脱境界,冷逝这边。 鬼天大人! 这两名护卫见到来人,急忙恭敬行礼,此人突然闯我黄泉山,言语嚣张,所以我等才激活了阵法,以免遭到突袭。 哦? 传我黄泉山? 这被称为鬼天的强者,转头凝视,看向万古民族。 这一看,心神顿时一宁。 眼前那家伙,面容陌生,但是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,却极其可怕,竟是比自己还要恐怖上许多。 那隐隐的威压,虽然不曾跨入大地境界,但起码也是一尊准地强者。 不过,刚经历过四级大地的镇压,对于准地这样的人物,鬼天倒是极其镇定。 而在鬼天看过来的时候,万古民族却是目露惊讶。 鬼天? 你小子是,当年跟在八面鬼族身边的那个跟班? 哈哈,这么多年不见,你小子竟然也成永恒秩序镜超脱了。 不错,不错,不枉费本祖当年还指点过你。 万古民族顿时哈哈大笑起来,阁下指点过我。 你是,鬼天皱眉看着万古民族,不知为何,他竟从万古民族身上感受到了一道极其熟悉的气息来。 哈哈,鬼天小毛头,你居然都不认识本祖了。 哦,也对,本祖当年肉身破碎,如今这句肉身,还是夺舍了,他人才凝练而成。 话音落下,万古民族脸上面容变化,顿时将森明鬼王的容貌,转化成了自己原先的面容来。 如今的他,修为早已恢复,到了他这个境界,容貌肉身只是一种展示,真正辨别的核心,还是气息和灵魂本源。 看到万古民族变化后的容貌,那鬼天眼眸中顿时流露出来吃惊的神色,不由得张大嘴巴,惊声道。 你,你是,万古民族大人。 什么? 万古民族? 另外两尊护卫,据是心中一惊。 身为七大名将之一的万古民族,这个名字在黄泉山内,那可是赫赫有名。 哈哈,想不到我万古离开黄泉山这么多年。 你居然还能一眼认出本祖,不错,不错,不枉费本祖当年还教导过你。 万古民族,哈哈大笑起来。 可你为何这些年毫无音讯? 直到现在才,鬼天吃惊看着万古民族,目入惊讶,言语间还带着警惕。 没办法,万古民族失踪太多年了,众人都以为他死了,如今突然归来,还是在这种情况下,谁不吃惊。 此事说来话长,对了,如今黄泉山是谁在作诊? 本祖好不容易灵魂归来,本以为大人失踪后,黄泉山已被沦陷。 谁曾想尽还安然无恙,实在是可喜可贺。 说着,万古民族面露傲然,不过你放心,如今本祖既已归来,就绝不容许任何人再攻破我黄泉山分毫。 万古民族自信满满,两名护卫顿时眼角抽搐。 这口气大的,还以为对方是四级大帝呢? 虽然一尊准帝在冥界已经极其恐怖,但如今冥界局势动荡, 没有大帝级别,根本拿不出手。 甚至有时候,大帝还得收敛着先。 鬼天倒是神色没什么变化,只是微微感叹,这位和以前一样,还是那么狂。 万古民族当年在四级大帝麾下,并非是最强的明江之一,但形势一向是最狂妄,最嚣张的。 甚至当年,众人退守黄泉山,万古民族一直迟迟不出现,众人也已有预料他,极有可能已经陨落。 以这一味的形式,在那种动乱的环境下,无疑是最容易陨落的。 鬼天,还愣着做什么,还不带本祖进去? 万古民族见鬼天没什么反应,当即皱眉冷横道。 鬼天面露苦涩,沉声道,万古民族,大人,你稍等。 如今黄泉山动荡,已非当年,在下需要禀报一下,得到大帝许可,方可行事。 大帝许可,你是说,幽冥大人还活着? 万古民族,神色顿时激动起来,眼眶一下子湿润了。 难难道,难怪,难怪黄泉山不曾沦陷,竟是幽冥大人还活着。 也对,若非幽冥大人,谁能抵挡得住其他四级大帝的倾压? 万古民族,瞬间老泪纵横。 鬼天? 看着激动流泪的万古民族,鬼天只是打断道,万古民族大人,我说的大帝,不是游民大帝大人。 不是游民大人? 那是谁? 我黄泉山,什么时候有别的大帝了? 万古民族眼珠子一瞪。 还请大人稍等,马上便有回复。 鬼天苦笑一声,没有回答,只是解释开口。 对于万古民族归来这样的大事,根本不是他一个护卫统领能定夺的。 在认清万古民族真实身份之后,他已经第一时间将消息传递回了黄泉山内部,想来很快大人们就会有决定了。 此时,黄泉山内部,当万古民族还活着,如今就在黄泉山外的消息传进来后, 整个黄泉山瞬间动乱了起来。 什么? 万古那老东西还活着? 他这家伙这些年死哪去了? 确定是万古那家伙了吗? 会不会是有强者冒充他,想要暗中攻入我黄泉山? 鬼天也是我黄泉山老人了,不会连万古那老东西也认错。 哈哈,走,出去看看。 伴随着一道道隆隆的大笑之声响起,一道道可怕的气息瞬间从黄泉山中升腾起来,迅速掠出。 万古民族 阎破目光一闪,眼眸深处有一丝狐疑闪过。 他可刚从五月明帝口中得知幽明大帝极有可能还活着。 而这个时候失踪了多年的万古民族,却是突然活着回来了。 会是一个巧合吗? 还是,心神一动,阎破身形一晃,瞬间消失此地。 黄泉山山门外。 此时,这里已是热闹非凡。 哈哈,让我等看看,万古那老东西在什么地方? 一道隆隆的轰鸣之声响彻天地,那隐藏在暗中护卫们顿时感受到无数恐怖的强大气息横扫而来,迅速降临这方天地。 一尊尊恢弘的身影,凝立而来,散发恐怖而又霸道的力量。 看到这几尊身影,鬼天和那两尊护卫急忙行礼。 不仅是他们,整个黄泉山的诸多鬼羞几乎都被惊动了,骇然看着天空。 这架势,可比先前五岳明帝和十殿炎帝一同降临,都不成多让了。 这些强者降临之后,目光瞬间落在了下方万古民族的身上,众人目光巨石亮了起来。 这气息,还真是万古那老东西。 这等神魂气息,就算是化成灰我也认得。 不过,居然还带着丝丝鬼气。 难道他又修炼了其他的规则之力? 一道道的身影,迅速降临万古民族身前。 九幽老东西,还有巨博老东西。 哈哈,明娑婆,这么多年过去,你怎么好像变美了不少? 还是我万古这么多年没见女人,眼花了? 哈哈,还有八面老鬼,你可是一点都没变啊。 诸多强者降临,其中领头的几人身上,绽放惊人气息。 万古民族看到之后,顿时大笑不已。 九幽明君,巨博老魔,明娑婆,八面鬼祖。 这些家伙当年都是四级大帝麾下的七大名将之一,和万古民族不说关系莫逆,但也都是熟人熟脸。 此番看到,心中别提有多么亲切了。 对了,怎么只有你们,英玄和行怒那两个家伙呢? 听到本祖归来,还不出来迎接。 万古民族又是哈哈笑道。 英玄魔君,行怒明将则是另外两名七明将。 听到万古民族的话,众人顿时沉默了。 这两个家伙该不会,万古民族脸色难看起来。 哄,这时,一道恐怖的大地气息瞬间在这里降临,席卷开来。